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站的其他内容 也就是站类型的实现 那么也是有两种实现方式 这就是顺序站和链站 我们一个个看 首先看类似于线性表的顺序映像实现 那么指向表尾的指针可以作为站顶指针 大家看这就是站的顺序存储表示 首先我们定一个 这个顺序存储 这个连续存储空间呢 这个预先的这样的一个足够大的这样的一个数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大家看定义的XQStag 好 这个呢是基值 这是什么呢 这是指向表尾的指针 实际上就是站顶套 这是当前的容量 好 那么如何用顺序站来实现初始化站这个操作呢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初始化顺序站 初始化S 最大空间呢 是MaxS 那好 那首先呢 我们说我们向系统拥有一个宿主这么大啊 这个宿主的手地值给S点Base 也就是顺序站的基值 没申请到 of了 申请到了 我们说最开始的时候 顺序站的基值空站嘛 也是站顶 对吧 他当前的容量 就是这个 好了 这时 Return OK 就用这个顺序站来构造 如何来实现构造这样的一个操作 构造顺序站的操作 那好 那如何来实现入站和出站呢 我们说对这个顺序站S 我们实现这个站 入站操作 那么站不满 我们将E插入暂停 好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刚才的问题 刚才呢 是我跟系统要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吧 这个呢 既是Base 也是Tope 对吧 好 那么大家看 如果站不满 Tope-Base 大于等于S点Base 也就是说 大于等于 这时候站满了 我就不能进了 否则的话 大家看怎么办呢 我应该是把值先放进去 对吧 把值给谁呢 E 先给S点 Tope 对吧 当我给完之后呢 这个Tope呢 上移 对吧 天赋 再加加 因此这个加加呢 是在后 是在后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在这种定义方法中 这个 顺序战 顺序战 进行相应的 这样的一个 入战操作的时候 我们说加加去再后 这个为什么呢 是因为 Tope始终指向的是 站顶元素的上一个位置 看到了吗 Tope指向的并不是站顶元素 而是站顶元素的上一个位置 或者说下一个位置 这么说比较合适 就是它的下一个位置 好的 那么类似的 我们要是 进行出战操作呢 这个过程 跟刚才这个入战操作 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怎么做呢 如果Tope等于 这是一个站空的条件 对吧 刚才是站满你不能放 这是站空你不能取 因此站满和站满的条件 这需要大家知道 那么如果要是站空的话 我们不能取 否则的话呢 因为你Tope始终指向的是 站顶元素的下一个位置 那我需要干嘛呢 先把Tope指向站顶元素 也就是先减减 然后呢 把它里面的元素取出来 复给亿 这就是站顶元素出来了 对吧 好了 这是顺序站 如何进行构造 然后呢 助站和出站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链站 链站 那么链站呢 和这个带领表很像类似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站顶指针指向的是 站顶元素 这是最后一个元素 对吧 那么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链站中指针的方向 指针的方向哈 是从站顶到站底的啊 好 从站顶到站顶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站顶元素是 整个链表的最后面那个元素 是站顶元素啊 那么还需要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在链站中 这个头指针实际上就是站顶指针 对吧 在链站中一般不用头接点 大家可以看直接用站顶指针指向了站顶元素 不用头接点 为什么啊 一般不用头接点 因为什么呢 我们说加头接点是有好处的优点的 什么优点呢 我们在链表中讲 一个呢 优点是使第一个位置上的操作和其他位置上的操作统一起来了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是使啊 空和不空的这个两种情况统一起来了 啊 好 那为什么在链站中不用头接点呢 因为它超过位置只能是这一个位置 对不对 只能是站顶这个位置 不会是其他位置的 因此你设头接点就没有必要嘛 对吧 你要非得射也没错啊 化色天竹啊 化色天竹 但不错啊 就是说你自己牺牲了这个头接点的空间 但你并没有带来运算上的好处 你非得牺牲 你有牺牲精神 那我们说也没关系 但一般来说啊 在链站中我们是不用头接点的啊 头指针就是站顶指针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 好的 呃 那么这是关于站的有关内容 那么在这一章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三个数据结构啊 一个是站 然后是对列 还有数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对列啊 对列